法人的團體意識會使得法人有負責的可能 是因為假設一個董事會 如果有A B C D E F G 有1 2 3 4 5 6 7 有7個董事 7個董事決定開董事會要做成一個董事會的決議 可能這兩個人是採A方案 那這兩個人是採B方案 這個人是採C方案 這兩個人是採D方案 那你告訴我最後董事會做出來的決議會是哪一個方案 你們覺得呢 A B C D會是哪一個方案 在大部分情況下做出來絕對是A B C D以外 另外一個E方案 絕對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要開會 開會任何的會議都是在有厲害衝突的各個派系之間做折衝 就是為了做折衝 所以這是A方案 這是B方案 這是C方案 這是D方案 最後開刷一定是要堅固 也不一定說堅固 一定要是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最後一定會讓到一個他覺得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 所以會有很多bargain在裡面 會有很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在裡面 所以最後可能會形成的是一個E方案 這是非常常見的情況 特別是在沒有絕對控制的公司情況下 所以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是不是可以知道 法人呢 你說法人沒有意識 但是其實法人他有團體的意識 他有董事們聚在一起 最後做成了一個決議 做成了這個董事會的決議 這就是法人最終的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呢 董事會做成這個E的意思 可能和每個董事的意思 都不一樣嘛 所以法人的團體意識 和董事的個別意識 應該是不同的啊 懂嗎 應該是不同的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是不是就有其處讓法人負責了 那第二個 是過思客觀化 過思客觀化的問題 因為傳統上面 我們傳統的德國法認為過思是主觀的 過思是主觀上面有一個可責 有一個非難的一個可責性 在這裡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說這種東西了 基本上就是受美國人的影響 現在過思客觀化 過思早就被客觀化了 過思是看什麼 現在就是看 我給你一個客觀的注印義務標準 然後去看你實際上你做的這個行為 有沒有高於這個客觀的注印義務標準 有高於 你就沒有過思嘛 低於 你就有過思嘛 現在過思是不是就這樣看 就是給定一個客觀的注印義務標準 然後去看現實上面 你有沒有通過這個注印義務標準的檢驗嘛 所以過思是不是和主觀沒有關係啊 至少在明法啦 在刑法我是不知道 特別是在這個世界的潮流上面的話 過思已經和主觀沒有什麼關係 它就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那這樣子的話它和主觀的意識能力沒有關係的話 法人雖然它沒有意識能力 但是法人做成的董事會決議 是不是可能客觀上採取的某一種標準 例如說它客觀上採取的某一種 廢水進化的標準 廢水排放的標準 那有沒有符合我們的最低標準 有沒有符合我們要求的標準 是不是其實從客觀上來檢驗就很明白 所以就是因為法人有團體意識 加上過思已經被客觀化了 這兩個主要的理由啊 那就讓法人有可以成為184條侵權責任的主體的可能 這樣可以嗎 而且再一點 如果法人不能成為184條侵權責任的主體的話 法人怎麼樣負責 法人就是依據28條還有188條 和董事或其他代表權之人 和受僱人一起成立連帶責任 可是如果法人要因28條負連帶責任 法人要因188條負連帶責任 的前提必須要是董事或其他代表權之人 本身有侵權責任嘛 或者是受僱人本身有侵權責任 法人才一起負連帶嘛 法人才一起負連帶 但很多情況下 你是找不到具體的人要負責 你找不到一個受僱人要負責 你找不到一個董事要負責 特別在這種情況下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D方案 最後出來E方案 E方案要負責 可是A B C D都不需要負責 有沒有有這種可能 常常發生嘛 常常發生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你找不到個別的某一個 某一個人 有成立侵權責任 某一個董事 你找不到他要成立侵權責任 可是他們一起做出來的這個決定呢 就是 有成立侵權責任啊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讓 法人本身不成立 不可以成為184條欵權責任主體的話 那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 你找不到個別應該負責人的 個別應該負責的人的時候 這時候法人就可以 可以免責嘛 可以免責 那這樣對於被害人是不是就不公平 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啊 所以呢 我們就讓法人也可以成為 184條的責任主體 好 這樣可以齁 這是通縮的見解 也是現在實務最新的見解 實務現在 實務見解已經採這個 學者的這個說法了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齁 來看我們的法人侵權責任是講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法人的這個懂事代表權的問題 法人懂事代表權的問題 法人的懂事代表權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分成 兩個問題來討論 第一個呢是代表權 代表權的剝奪啊 剝奪懂事的代表權 第二個呢是剝奪懂事 我是限制懂事的代表權 我是限制懂事的代表權